总理先生您好 台湾TVBS电视台提问 我们对台湾大论方针是一贯的 也是非常明确的 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和九二共识 在此前提下 我们欢迎台湾任何政党团体 同我们交往 也愿意欢迎台湾各党派团体人士 就两岸关系和民粗未来 和我们开展对话 我们坚持推进两岸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 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反对外部势力干预台湾事务 我们一直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 这些年来可以说出台了很多 会抬起台胞的政策 不少台湾企业和同胞也从中受益 我们会继续让台湾同胞 来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 继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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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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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